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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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主义成就 认为职业主要的价值是什么呢 就是形象的回答了三十年代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 这个三十年代有个讨论 这个争论 关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 这会决定到我们革命的性质是什么 一派议见认为中国当时是资本主义社会 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我们就要无产阶级革命来推翻 另外一个就认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起来 中国是半知名半封建社会 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充分的发展 半知名半封建社会 所以只能够有新民族主义革命 所以毛泽东他们后来采取的是分析 是新民族主义革命 来改变这种半封建半知名的社会 当时在争论的时候 那么子叶事实上矛盾也参加了这个争论 所以他这个小说表现在帝国主义和国际的资本主义 入侵的条件下 当时的论述 一个是帝国主义 西方的列强 一个西方的资本进来 这样会限制了中国的民族资本的发展 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发展起来 这是毛泽东所论证过的中国社会性质 叫做半封建半知名地的性质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民族资产阶级就失去了它发展的空间 中国正能够走民族主义革命的道路 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道路 这些论点主要都是当时政治界的 社会学界的一种争论了 但是毛泽东的职业形象地参与了这种争论 这是五六十年代 给职业的评价是很高的 认为它符合毛泽东的新民族主义论里面的 有关的论述 那么到了八十年代以后 重写文学史当时提出 要突围 要回归文学 要评价 评价标准中 要突出作家的主体性 在这种情形下 对文学史重新反思 就颠覆过去的一个思维方式 成为风气 所以对职业就有重新的评价 对毛泽东有重新的评价 譬如说过去对现代的作家 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所谓习惯的说法 是鲁郭茅八老巢最重要的作家 鲁姓郭茉若茅盾 拔金老舍潮 可见茅盾排的是很靠前的 鲁郭茅 那么到了八十年代以后 有些人排座次 就把矛盾给出局了 矛盾都排不进去 不是鲁郭茅八老巢 他甚至把沈从温 张爱玲 金庸都排进去 当然这是一种看法 特别是对职业来说 这个影响更大的 有一篇文章 在198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 标题叫做 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 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 基本上否定职业的文学价值 说职业如果说有价值 只有文献的价值 他认为职业的主题是枯燥无畏的 比较有可读性的章节 只占三分之一 那么其一三分之二 都是没有经过作家头脑发酵 没有经过充分的发酵的素材 他认为 职业它的毛病是主题先行 切手对人性 对生命的透视 就是说意识就是概念化 也没有提出读者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他给他一个命定 说职业是一部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 这是1989年当时从写文件室里面提出的一篇文章 基本上对职业是否定的 主题先行 枯燥是一个文献 不是一个作品 下面呢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这个我们是不是同意这种评价 你同意或者不同意 是什么理由 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 子叶这个作品的确 他的艺术上是有他的毛病的 有些人物是概念化 比如说里面写的那个买办资产阶级 叫赵波涛 这个人物写的就是比较干 确实是对照着所谓的买办资产阶级的阶级性 来进行描写 这个有点概念化 另外你看有些描写 像其中有一个地主 叫冯云青 这个地主跟资产阶级也有矛盾 他为了表现这个地主那种目落 地主那种目落 甚至描写了一个情节 他要教唆他的闺女 用美人计去套起商业情报 当然现在套起商业情报 这样情况是有的 但用美人计用自己闺女 而且其中的有些描写是不真实 这不够真实 有点图解 另外因为这个职业的结构非常庞大 人物众多 有些比较次要的人物 情节描写 不能够跟主线结合 游离出去的 譬如说写到农村的时候 他本来想既表现城市又表现农村 大场面 但事实上写到农村的时候 有些游离 有些脱节 所以有人指出他概念化 或者堆砌 这种现象是有的 你读这个职业会觉得这个情节推进了很慢 它的结构是有点复杂 有点笨 另外它的情节不太吸引人 读起来有些乏味 这样情况都存在 确实职业是有它的毛病 但是我们可以继续来思考这样的问题 子业的确有不少艺术上的毛病 但为什么它出版以后 能够大速欢迎 当时是出欢迎的 为什么文学史评价那么高呢 是不是认为子业就是像刚才那篇文章所说的 是已经过时的那种标准 评论之下的 在过时的那种评论标准下 所以得出那种对他比较高的评价 是吧 我想的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下面我们就来对子业做些分析 包括对他的所谓的主题先行 做些分析 然后我们看评价一个作品 它都有复杂性 是吧 所以我们先看作品本身 文学史评价到底应该怎么评价 一个作品好不好 应该不应该给他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地位应该怎么评价 其中有一个大家普遍比较认同的一个评价标准 就是说你艺术上有没有新的东西 有没有创新 有没有提供前人所没有的那种新的艺术想象 就以前都很少 你提出来了 以前很少写这些东西 你写了 你有你新的艺术想象 有没有你独特的艺术体验和艺术创造 这是一个评价 你不能够完全放到后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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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子业在当时呢 他提供了很多新的东西 而且他的新的东西 他的创新是非常突出的 就是说在子业之前 在矛盾之前 没有过这些东西 矛盾 他的子业 是第一次 或者说比较突出的写到这些东西 所以应该说 这方面它是他的贡献 首先呢 我们来看看子业 子业呢 有一个被评论家 被读者活略了的一个细节 我们发现了 子业出版的时候 第一次出版的时候 他那一封 这个封面里边呢 有个提签 有个提签 有个上面印着一行字 就是这个 The Vailing A Lomance in China in 1930 就是说 这个 前面这个就是 西洋 英文的 1930年的中国浪漫 这年呢 他有个这样那个 肥业上写的这些东西 西洋 1930年的中国浪漫 现在我们这个出版的子业 没有这个了 以前是有的 现在没有 是吧 我要说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说明呢 毛顿 当时是想把子业 当成一个浪漫的故事来写 这个浪漫 不完全是情感浪漫 是吧 可以理解为 他要写出30年代 中国城市的浪漫 传奇 或者先锋 是吧 毛顿 他是一个革命作家 但是他是非常先锋的 非常先锋的 甚至很时髦的一个作家 这个 刚才我们提供这个细节 对理解职业 是非常紧要 过去我们一般用现实主义 加上一个政治的眼光 来解读这部小说 偏重的呢 是他反映现实 怎么体现当时的社会情状 当然这是有根基的 是吧 也是很重要的方面 这个前面也说到了 社会剖析 这是某种的长项 但不等于呢 我们可以忽略 这个小说 本来既有的那种想象力 就是我们光是说 这个他是社会剖析就够了 过来否定他 他就是社会剖析小说 其实这个纸业 他还具有他的特殊的那种想象力 包括浪漫的气质 这种想象力 这种浪漫的追求 对于现代社会 都是现代化 种种生活的色相 的理解 想象和解释 这块理解为是纸业 政治性主题之外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说呢 纸业除了一个政治性的主题 刚才说参加了社会 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 除了这个政治性的主题之外 他有他的想象 他对现代都市生活种种色相的一种想象 一种解释 那么这就是他的 也是他的创新 以前很少人这样写成诗的 所以在主人公 这个 吴迅普的身上 矛盾对现代都市的想象 是吧 就表现得更加集中 所以我们阅读的时候 读这个小说的时候 应该调整一下 不要受这些 有些评论的影响 认为他就是社会剖析 就完了 是吧 应该读进去 体验 感受 有所发现 而且尽快读出一些 评论家所浮料了的东西 是吧 浮料了的东西 下面我们就来展开来讲一下 到底他心在什么地方 他有什么 他的这个想象 艺术上创新的地方 就是以前注意不够的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们来分析吴迅普 主人公 这个资本家 是吧 这个吴迅普 是一个新人 我们要强调 他是新人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艺术典型 这不管 这不管矛盾写作过程中有什么意图 也不管他是不是主题先行 等一下我们也要分析这个问题 那么吴迅普这个人物是非常成功的 你看他描写 亏无刚毅 只脸都包 也长得这个很高大 脸上都长了一些包 好像往外冒着热气 很有生命力的一个人 这个人呢 矛盾是把他写成是 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 骑士 一王子 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骑士 英雄 骑士和王子 现在我们说是信息社会了 在中国在这个三十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是机械工业的时代 他是那个时代的王子 骑士 是英雄 那么在矛盾看来 吴迅普呢 就是那一代的传奇 英雄传奇里边的一个主角 理所当然的主角 所以这个人物是很有人格灭力的 是一个资本家 是吧 刚才说了 社会剖析 表现了很多资本家的特点 但其实这个人物性格非常丰富 是吧 很有他的人格的灭力 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英雄 这个我们中国古代文学里面 没有这样的人物 以前有这个资本家 没有这个这样的人物 是吧 甚至包括新闻学 五四以来 在子业之前 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物 所以他是一个新人 是吧 也创造一个新人出来 这不是一个极大的成功 这个矛盾 这个作家通过 子业里面的一个 你的就是吴迅普的老婆 他的太太 叫林沛瑶 通过林沛瑶说 吴迅普 就刚才说的 是吧 这个二十世纪 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 骑士和王子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王子 白马王子 常常都是童话里面 受到女孩子 羡慕追求的角色 是吧 还有英雄 骑士 是吧 带有这种浪漫 气质的 都是一些非凡的人物 那么这种看法 出于当妻子的 林沛瑶的那种眼光 这个但是不要忘记了 他前面有个贯词 是吧 叫二十世纪 机械工业时代 当时是很豪迈的 很新鲜的 是吧 二十世纪 机械工业时代 当时中国 还是个农业社会 是吧 上海呢 他比较前卫一点 所以提到这个 机械工业时代 就好像现在 我们老是 口上挂着 现在是信息时代 差不多 其实啊 林沛瑶这计划呢 也可以看着是 矛盾 对 吴迅普这个人物的 角色定位 这个角色定位是什么 就是说 他是新时代的英雄 事实上 作者呢 也是把他 作为英雄来描写的 所以这个吴迅普 这些人物 带有强烈的 浪漫的色彩 这是我们注意 他不完全是 一个阶级批判 阶级分析 他带有强烈的 浪漫的色彩 吴迅普这个人 有他自己的想象 有他的理想 是吧 有他的特殊的气质 那么作家写这个人 不完全是揭露 不完全是写实 就是说 他在这个人物身上 注入了自己的 对现代人格 以现代生活的想象和理解 现在毛顿写界人物的时候 不是简单的 做一些阶级分析完了 是吧 他注入了自己对 现代人格 现代生活 那种想象和理解 所以刚才那篇文章说的 都是一些素材 没有经过发酵 主题先行 概念化 这样批评 对于是过佛的 不恰当 其实职业不是这样情况 它又还是比较真实丰富 但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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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